耶 处理那些重要的证据 然后趁别人不注意 将那些证据 藏在厕所的储水槽里 但是黄矢木更是技高一筹 将徐东仔藏着的证据拿出来 并拘留了徐东仔 徐东仔在走楼梯的时候 故意假装不慎摔倒 被送进了医院 金浩谢在医院看徐东仔之时 徐东仔趁着金浩谢睡着之际 偷偷从医院离开 一个人跑去求李允饭就打 黄矢木得知徐东仔逃了 马上就想去医院处理 而此时 韩如真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说明奇迹发生了 昏迷的金家英有好转 本集接着讲到 佳英的清醒的引起各方关注 可因为脑袋受伤 时好时坏 对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 还想不起来 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韩如真试图跟他沟通 看他的样子 好像有话要说 原来是想妈妈了 局长打电话询问佳英的情况 他跟佳英的关系也不清不楚 韩如真找了个借口 把黄矢木拉走 现在佳英醒了 局长肯定坐立不安 早晚会对佳英下手 看来得给佳英换医院了 这时 黄矢木接到永安秀的电话 给他爸送钱的那个人 准备逃跑 还好尹科长在后面跟着 事出突然 转院的是只能交给韩如真了 黄矢木得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尹科长好歹是海军特种部队出身 很快就将人拿下 韩如真偷偷告诉佳英佳英母亲 得换家医院 不能告诉任何人 李章俊也收到佳英醒来的消息 他正准备跟妻子去国外看望女儿 另一边 徐东仔透露给李允范一个消息 黄矢木传唤了永伊才的妻子 而且黄矢木该跟他提出交易 黄矢木在查三年前的案子 如果他把知道的都告诉黄矢木 就会对他从婚处理 很明显 这是在暗示李允范他有多重要 如果不救他的话 三年前的事就会被抖出来 他的要求也不高 不坐牢就行 李允范是个生意人 付出是要有回报的 既然有得谈 那就简单了 徐东仔现在被特检调查 估计以后会经常去那边 他特意去打听 特检都在调查什么 可这不是李允范想要的 特检要调查什么 关他什么事 徐东仔立刻道歉 但他多精明啊 从李允范的表现上看 他过了这道卡 徐东仔走后 李允范立刻让人把李章俊叫回来 和永伊才事件相关的人 手下已经处理好了 只有送钱的人还下落不明 另外 佳音也醒了 手下要做的事 又做了一件 医院那边突然广播说 有人找组长 组长被支走后 韩如真立刻安排佳音转转 这件事有关系到佳音的性命 他希望大家都能保密 然而 刚把佳音送上车 金秀燦就来到医院 还好没被他发现 护士想起了一些事 之前佳音的表现有点异常 他以为是佳音犯病了 可韩如真刚才说佳音会有生命危险 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 还有人去拿监控录像 可硬盘已经被金秀燦拿走了 而此时组长正在头疼 佳音不见了 另一边 永恩秀当时去找蒲武城 就是送钱的人让他去的 可现在送钱的人却开始抵赖 说根本没这回事 黄史木想到三年前 他就跟送钱的人见过面 那时候是因为偷换美金被贷 黄史木警告他 做伪证是要坐牢的 可他宁愿坐牢也不说实话 坐牢最起码人还活着 要是说实话 这得丢了小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 凶手现在要曝光蒲武城的事 不说的话死得更快 佳音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纠结了好久终于交代 当时收到了永一财退还的八亿 永恩秀为了这句话等了三年 那父亲什么错都没有 就那样被冤枉 这时部长打来电话 当了特检 有了特权 就能随意摆动上层 他已经在特检等了很久 黄史木立刻往回赶 把另一边 韩如真拿出了李张俊妻子的照片 给护士看 那晚护士看到的人就是他 他当时就离开了一会儿 简易的呼吸器就被摘掉 枕头也掉在地上 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他出去一看 以为是病人家属 就没多想 李张俊妻子来过医院 这可是重大发现 金秀苍把硬盘拿走 估计现在已经知道 是谁转走了佳英 那个硬盘在局长手上 李张俊妻子来过医院的事 被他发现 他立刻删掉视频 同时 他也发现 佳英是被韩如真转移的 而且普巡警也有参与 金灿秀只问普巡警 可普巡警却说以为是 组长安排的转院 佳英被转去哪里 他也不清楚 韩如真来找金灿秀所要监控 金灿秀提出条件 用佳英交换 韩如真当然不会同意 另一边 部长等了两个小时 黄史木终于出现 部长不生气才怪 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 特检结束后 黄史木就不用干了 黄史木给出的理由 是佳英醒完了 这的确是件大事 部长既往不救 部长主动交代 跟普武城吃过几次饭这件事 黄史木知道 他要问的是三年前那件事 友谊才家在一楼 楼道里没有监控 发现箱子里装的是钱后 友谊才就把送钱的人叫了回来 二十分钟后 送钱的人离开时 却空着手 那钱去哪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楼道里 把箱子丢给外面接应的人 黄史木已经从送钱的人 那得到了证实 永谊才确实是被冤枉的 部长说 他早就察觉到 有永谊才的事不简单 但是永谊才作为现任长官 本该由特殊部门调查 但却让部长他们做了初次搜查 部长以为会成立特检组 专门负责此事 可没想到别说特检搜查 再进行两天就急案了 背后肯定有人在操控 而且事后 参与搜查的人都被打压 部长被派军负责公审 黄史木只参与了第一天的搜查 就被调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剩下的人也一样 全都被打压 把现任长官拉下马 再把搜查小组排挤出去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古武成就是从那时起 开始随意进出 西部地紧 部长也有苦衷 三年前他还年轻 如果现在又被排挤出去 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部长他被报复 说明他肯定知道点什么 那这件事关系重大 他得好好考虑一下 那边 韩如真和小张 还在调查佳英的事 佳英每周都会去酒店 他们要搞清楚 跟佳英见面的人到底是谁 韩若真找到一个突破口 佳英在大厅打电话 他一直预定的都是510这个房间 按理说 直接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到酒店后 还打电话呢 韩如真去酒店询问 夏天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510房间 突然无法入住的情况 预约的时候还可以 但入住的时候 却突然不行了 工作人员想起还真有这么回事 有一次因为空调坏了 四楼和五楼有过紧急换房的情况 他们这终于有所收获 原来佳英每周去见的人是局长 佳英每周都会去陪局长 不知道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的 而此时的局长 正在销毁医院的监控 韩如真没想到局长 竟然是那种人 那天酒店大厅的电话 只有三个通话记录 其中一个就是局长 局长有个司机 跟小张关系不错 韩如真让他去打听打听 司机是不是每周都送局长去那个酒店 小张从司机那得到了证实 特检联谊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目前的调查结果 三天前勇一财收受贿赂仪式 警局的局长 这下有的乱了 局长被媒体争相采访 一夜之间名誉扫地 徐东在来找黄史木 他想为自己犯个错熟罪 永一财的是 韩祖集团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他可以帮黄史木在那边打听消息 黄史木知道他在计划什么 上法庭前左右试探 给自己找活路 另一面 永一财拿出珍藏已久的优盘 他不知道该不该公开优盘里的东西 时隔三年 终于还他清白 可他却并不开心 李张俊在去见女儿的半路上被叫回来 虽然没料到永一财的事会被推翻 但李允范担心的不是这个 李张俊的妻子躲在一旁偷听 李允范就帮女婿把路铺好 明天就会公布结果 以他的能力 做成这件事也不容易 本该过段时间在公布的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 只能提前公布 目的就是为了终止特检 李张俊的妻子收到消息 佳英醒了 但人已经被转移 不知道在哪 局长被特检传话 他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最尴尬的要说韩如珍呢 亲手搞垮自己的上司 等回去后 他还怎么见人 可没办法 承经除恶本就是警察的本职工作 他问心无愧 他亲自审问局长 局长脸色阴沉 说自己不认识佳英 他是丈夫 也是父亲 特检这样搞他 比直接杀了他还难受 现在还想从他嘴里得到消息 根本不可能 局长一直声称不认识佳英 韩如珍拿出证据 如果继续不承认的话 就只能公开这些照片了 蒲武城和佳英的事不是他做的 他只是想用了蒲武城贡献的佳英而已 唯一的出路就是道个歉 给龙山警局留点颜面 不然以后 谁还敢相信警察 这也是韩如珍作为下属 对他最后的请求 局长想上个厕所 他趁机拜托小张帮他做一件事 那些照片是从监控里截的图 他既不是让小张去偷 也不是让他删掉 而是让小张帮他拷贝一份 面对上次的请求 小张犹豫了 韩永珍还好死不死的给他创造机会 这是逼他犯错 另一边 部长和徐东仔决定帮助黄守龙 徐东仔从蒲武城那厅说过 陷害永珍的事 是李允范指使 他当时想借韩祖集团的外包项目 李章俊不收钱 他就送女人 就这样通过李章俊的引荐 他跟韩祖集团搭上线 那是李允范不知为何要搞永珍 知道他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蒲武城 就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望着他 李章俊只能按照老丈人的指示 对付永珍 如果徐东仔说的都是事实 但李永范为什么不惜利用自己的女婿 也要把永一财搞下台呢 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接下来 该部长韩祖物流 是韩祖集团旗下的公司 胡友诚花了14亿买韩祖物流的股票 公司上市后 专业间14亿变成190亿 证监会很快就盯上了他 说他肯定提前知道会上市 所以才下了重注 那会正是他拿到韩祖集团外包项目的时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有内部消息 证监会想结论这笔钱 可惜并没有得丑 拦下证监会的是韩祖集团 李永范子女手上也有很多这家公司的股份 女儿也就是李章俊的妻子 有15亿 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有35亿 永一查 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才被搞下台的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对于韩祖集团这么大的财法来说 子女加起来才有50亿显的有点小气 而这时 一则爆炸性新闻 让他们久久不能平静 西部地检前 检察长李章俊 被任命为总统首席秘书官 李章俊 这升级速度可真够快的 西部地检的人 准备前去祝贺 徐东仔却说他有事 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徐东仔在想什么 黄史木和部长一清二楚 但没办法 能安排到韩祖那边的人只有他了 与此同时 李章俊家迎来一位客人 韩如真 他是来找李章俊妻子的 那边 李章俊来到新办公室 自从局长出事后 他就断了跟局长的联系 李章俊也不接他电话 他只好给李章俊送上一份礼物 李章俊打开盒子 里面是佳英当时去酒店找他的照片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西部地检的同事来了 李章俊把照片收好 跟大家握手致意 黄史木注意到桌子上 有个被打开的盒子 李章俊挡住他的视线 黄史木意识到 盒子里的东西不简单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秘密森林 第十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黄史木能否洗经嫌疑 找到真正的凶手 核心重案组的同事们 能否团结一心 反派策反行动 能否更进一步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拿来吧你